OK好,所以呢,来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讲这个CH-Balant CH-Balant呢,就是我们的 cholesterol health的control的这个 很好的营养素 我们这个呢,是来自这个绿茶 每一颗的这个 绿茶精华素里面呢 我们就含有395个mg的 绿茶萃取物 含有40%的儿茶素跟茶黄素 儿茶素跟茶黄素 你们都知道,如果没有在上课 有人讲,喝绿茶能够这样胆固醇 对啊,对啊,对的 因为就是儿茶素跟茶黄素的这个成分 所以呢,这个绿茶素呢 这个绿茶精华素是怎么吃 就是你在吃饭的时候 如果有吃到油腻啦,饱和脂肪啦 猪油渣啦,这些东西啊 炒炒煎煎的时候呢 在饭后马上浮两颗 或者是在吃到一半的时候 浮两颗也可以,听到没有 那如果你吃营养早餐,要不要吃 需不需要 不需要嘛 反正没有这些不好的胆固醇嘛 你在吃的时候有胆固醇的食物呢 你就吃它两颗 它有两个阶段的这个作用模式 第一个,你一吃下去 这个儿茶素跟茶黄素 马上就会在肠道发挥功效 它会跟我们食物里面的胆固醇结合 不要让它进入我们的血液 所以呢,这个呢 给减肥的人也可以用 明白没有?OK,好 然后呢,如果还有一些漏网之谊 就是不好的胆固醇跑进去我们的血液怎么办? 这个儿茶素跟茶黄素被我们的血液吸收 到了肝脏的时候呢 它就会帮助我们把不好的肝固醇给排出去 去通过哪里排?排去胆 听到没有?所以呢,有胆囊炎啊 胆结石的这些问题 我们都可以推荐他吃绿茶素 所以胆会发炎就是血液的浓度很高 明白没有?OK? 脂肪肝也会造成胆的这个结石的问题呢 增加 OK?所以呢,CH-Balent可以吃 那很多人问我 如果这个人已经长期服用了降胆固醇的药 可不可以吃?你觉得?可还是不可以? 如果那是你妈妈的话,可以不可以吃? 各位朋友 你就看吧 我的手上有一些这样子的例子 这些人都长期服用胆固醇的药 用了好些年,甚至十年了,八年了 如果这个药是能够帮他降低胆固醇 应该吃了八九年 他不吃这个药,胆固醇应该滴下来了 对还是不对? 但是很多长期服用胆固醇药的一把药停下来 最后胆固醇是高还是低? 事实证明它只是治标,不治本 但是呢,我有一些对象 它有通过上课 我既然有一个user 是很爱用安利产品的 它也就是这样子 它的胆固醇是七等八 然后吃了八年的这个Novesting 你们都知道 他们都是现在很不同的,名字后面都有一个sting的 都是降胆固醇的 所以呢,就听了这堂课过后呢 C.H.Bellon那个时候呢 他就讲自己判断嘛 吃了八年,胆固醇都没有降 听懂吗?一不吃就生 一吃才有降 这个好像不对 然后呢,又发觉到呢 肝脏很不健康 因为他吃胆固醇要吃了八年 去做洗衣检查 他的肝的那个SGOD一直 一直增加 就是有发炎的这种情况 听懂没有 所以他就听完了这个课 他就吃了C.H.Bellon 然后呢,还有这个Milk Distal 他也有吃E跟Omega 他有吃 C.H.Bellon呢 他只是吃到两罐的时候呢 他又去check 真正就是那两罐C.H.Bellon呢 把他的胆固醇从七呢 降到剩下四 听懂没有 所以那个医生就讲 你看你很听话 就是你听话吃我的药 你看你的胆固醇 很好很美 因为那个医生跟他是很好的朋友 他也不好意思顶他 他心里想放你的狗屁 听懂没有 所以自从那天过后呢 他的身体如果有比较严重呢 他先会寻找营养 听懂没有 然后去用营养的方案解决 那如果他一次严重一点呢 他才去怎么样呢 再去也要看一下 到底那个人给他的建议 是不是会伤到他的身体 所以各位朋友 那你自己判断 C.H.Bellon可以不可以吃 听到没有 OK 所以那C.H.Bellon吃完以后呢 是不是就可以抱饮抱食 不用借口呢 如果你吃完C.H.Bellon 你还是抱饮抱食 本来胆固醇水平都高的嘛 就是证明你的肝脏 无法帮你代谢消化这种饱和脂肪 所以你必须要记口 对吗 红肉啦 猪九渣啦 鸡皮啦 颈项啦 动物内脏啦 这些都不能吃 听到没有 你才能够有效的 帮你现在 原有的胆固醇问题给改善 就这么简单 有什么事 不可以一起吃啊 药跟食品 食物都是要 跟营养品都是要各开的嘛 半小时 你母亲孵了多久 有好吗 OK好 来 Lumatoid Arthracite的人 可以啊 没有问题啊 OK好 来我们看 Lumatoid Arthracite是肋风式关节炎 你们知道 肋风式关节炎跟胆固醇 没有什么关系的 肋风式关节炎 是因为他的身体 OK 肋风式音质很高 其实这个 如果再演变下去呢 就叫红半性浪肠 听到没有 就是他的身体的肋风式音质很高 其实如果用另外一个角度讲 就是这个体质是非常酸性的 如果想要改善 次数就好一半了 我手上有很多例这样子的 次数 听到没有 他次数马上 他的身体就怎么样呢 减性 OK 再加上营养条理 他的关节炎没有发作 内风式是免疫系统攻打自己的骨膜 骨膜发炎 听到没有 OK 所以还有concentrate food and veggies 没有啊 没有什么产品 老发发没有问题啊 可以啊 OK concentrate food and veggies是很好的 concentrate food and veggies 等一下后面我们就会讲 OK好 来 所以呢 孕妇不用吃 听到没有 严重的病的人 当然如果那个不是你妈妈 就要问他的医生 听到没有 那如果是你妈妈 就陪你妈妈去看医生咯 探望一下他咯 拿那个罐给他看咯 因为不然等一下你给人家讲你乱乱吃 什么叫乱乱吃 乱乱吃的意思就是 你在不明白这个产品的有效成分 哪一间公司 如果有问题找谁陪 然后呢 也没有上过课 不知道怎么样用 然后呢 站在台上这个人教你吃 他自己没有吃 你回去吃 那就乱乱吃 听到没有 OK 所以今天你是会不会吃还是乱乱吃 你也知道有效成分是什么 提炼来自哪里 哪一个工厂出产的 对不对 站在台上这个自己有自用教你吃 也有很多的例子 听到没有 那如果你去 看那些专家 哪一药吃 你有问他 你有吃过吗 这个药 如果他讲他没有吃过 你吃的话 是对对吃还是乱乱吃 哪一个乱乱吃 你自己判断嘛 有的时候 听懂没有 understand understand 听懂没有 OK 好